1月5日,某汽车厂商发布了一款电动SUV,发布会上它像螃蟹一样横向出厂,只见同侧两个轮子互相反转,而对角线的轮子同向转动,侧向挪到了舞台中间,然后又做了个原地回旋。 不仅如此,该车在漂浮状态下也能靠四轮驱动前进,还能自如转弯,这让网友十分吃惊,想知道这辆SUV是如何做到的。 在一个迷雾重重的清晨,我们来到停车场,这里正好开来一辆赤巨姿打造的萌萌站队网友提问车,昨天我们才把它弄出废品收购站,就进行了一番改装,用四个电动机分别驱动四个轮子。 为了让它表演侧向移动,两个前轮左偏并向前旋转,产生指向左前方的拉力,同时两个后轮反转,产生指向正后方的拉力。 如果把前轮拉力平移到重心,就变成了过重心的拉力,和车身让重心旋转的力举。 再把后轮的拉力也平移到重心,二力的适量盒就会推动车身向左后方移动, 但左旋的力举还同时推动车身旋转,并不能无旋地侧向移动。 如果后轮换成低摩擦系数轮胎,使向后的拉力减小,也只能让二力的适量盒指向正左侧,却不能消除旋转力举。 所以它还会转动,并不能向那辆SUV直接横着走。 看热闹的人发出了嘲笑声,我们强忍着尴尬把四个轮子拆下来, 在一根轮轴上穿两个铁片做成轮毂,把仿锤形的滚轴偏移45度装在轮毂的支点上, 让滚轴可以自由转动,然后依次如法炮制, 给两个铁片的支点上都装满相同的滚轴,这就是麦克纳姆轮。 当轮子旋转时,滚轴受到的地面摩擦力可分解为轴向和切向, 其中切向分力只能推动滚轴空转,而轴向分力则可传递到轮毂, 因此轮子正转就会产生指向右前方45度的拉力, 反转时拉力则指向左后方45度, 接着再给它装三个麦克纳姆轮,让两侧相对的轮子滚轴偏斜方向相反, 而对角线的轮子滚轴偏斜方向相同。 这样四个轮子正转时,两个前轮的拉力乘内八字, 两个后轮的拉力乘外八字,等效于向前的推力, 会推动汽车前进。 四轮同时反转就等效于向后的拉力, 推动汽车后退,当对角线的轮子同向转动, 而同侧轮子互相反转时,等效于侧向推力, 车身可以无旋地侧向移动。 如果四个轮子同时换向,汽车就开始向另一侧移动, 也可以让同侧轮子正转,另一侧反转, 就只产生旋转力举,开始原地自转, 还可以让对角线两个轮子同向转动, 另外两个不转,就能推动车身向前侧方或后侧方 45度移动。 因此,这辆新型电动汽车上台时, 靠黑暗遮住它的麦克纳姆轮, 神奇地完成了横移和原地旋转, 但官方的用意其实是为了说明 四个轮子的独立驱动电机具有协调的控制能力。 另外,这辆SUV可以短时间漂浮在水面上, 靠四个轮子转动,还能推动车身前进并完成转弯,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趁着洪水还没到来, 我们把麦克纳姆轮换成普通轮子, 同时把轮毂上的轮幅加工成倾斜的叶片, 正好洪水来了,车身漂浮起来, 此时向前旋转的轮毂就会向外排水, 由于水流在跟随轮毂同向旋转, 形成向外运动的窝流, 这四股窝流在旋转时会带动下方较多的水向后运动, 却只能带动上方较少的水向前运动, 导致漩涡附近的水大部分被推向后方, 汽车由此获得了向前的推力。 而且转动方向盘还可以让前轮的两股窝流, 分别向前后方向偏转, 使水流的离去方向改变, 因此方向盘就这样变成了舵轮。 所以从工作原理来看, 这辆漂浮中的百万豪车确实具有一定的滋航性能, 也许真的可以凑合着躲避远处潜艇发射的鱼雷。